大家好 很高興的甜藝食品 今天為你們推出 我們今天主要推薦的 這個產品系列就是我們的冰沙粉 我身旁的是我們黃老師 想先請教人家說 我們坊間市售的冰沙 大概會有哪幾種做法 主要它就是 比較推一種安定性 它其實你可以注意看 它整個都是豆椒 或是海角抽出物 它其實就是 讓消費者可以自己來做營養 它取這個安定性 然後去搭配自己鮮肉的口味 我們去 有賣果汁的一個 飲料店或是說 專門賣這些冰沙系列的 店家如果多一仔細尋看 我大概發現大概有三種 一個就是說它是純粹強調 純天然它連所謂的 一個冰沙的祕訣它也沒有在家 到裡面去 但是它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缺點 然後減速度會比較快 就是消費者碼到的時候 它其實一定開始出水的 對 然後順頭性其實也沒有很好 因為它融化之後 其實一般就是 果汁水狀這樣子 第二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有廠商它可以提供一個 就是所謂的一個冰沙按鈴劑 利用你這個按鈴劑呢 然後它會建議用你各種 新鮮水果的素材是多少的量 加了多少的冰沙按鈴劑 但是你的糖 還有你另外的一個 我要調味的一個部分 你只要是任何個風味的部分 加在這個冰沙裡面呢 就可以直接做一個純粹 那這個冰沙的一個按鈴劑呢 跟我們這個冰沙的長點 像我看每一家廠商 它會的一個倍數不同 對 那我們甜蜜的這個 使用的一個方式 跟那個配音 跟其他產品 有什麼 跟大家不同 我們的熟度算是還蠻高的 對然後其實 按鈴劑部分的話 其實要看你所謂 搭配的口味來做調整 如果你比較酸的話 當然是會增加的較多一點 然後你其實都要試吃 你最後的口感是怎麼樣 那我們的按鈴劑就是 都是一般天然的一些海藻水 創出這個豆椒部分 就是增加它的溯口性 跟一些它抗溶的那個效果 老師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所示範的背景 大概會不會這樣 一般做法 然後我們要考慮到 我們自己的那個 打牆的是不是素材 這樣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把 先把水跟冰塊 大概先打一下 冰塊大概500克 然後水是100CC 大概打 就是這邊下面先打 打一下均勻 之後再倒入粉體 分體也是100克這樣子 所以這個有比例 然後之後再把它打成注入就可以了 那就是要看我們客戶 他在販售的時候 他的大準小杯 每一杯他需的每個容 他的一個容量到底是多少 那這樣子客戶 就可以很單純地 換算出來就是說 我每一杯的成本是多少 那我們今天所示範的呢 這個只是簡單桌上請 畢竟還比較大型 營業用的 它在做一個打冰沙的量 它當然會比較多 像這個 它可以打到 用200克的粉 200CC的一個水 像一個 一公斤的一個冰塊 這樣子 它只可以打得出來 對 它打出來的量呢 就看你 分裝起來 到底是幾倍了 我們還是常常就是說 我跟各位我們客戶去做個分享 我們田一所提供的 只是說 這個產品當中的 這種用法而已 那畢竟 各家廠商他的一個售價 還有他用的比例呢 調粉的一個方式 是不大一樣的 OK 那等一下我們在 操作上的時候呢 我們有沒有需要什麼 需要特別注意到的 這個操作都算蠻簡單的 對 所以一般就是你只要 然後打上去 你可以 就是看你的 想要吃的那個 冰塊的口感 你想要細緻度的話 你再自己調整你的四季 這樣 那我們今天所推出的 大概是哪幾款 就是 有葡萄 然後梅子 然後 鳳梨 芒頭 跟蔓越莓 我們今天先幫各位 挑選這五款 那它的一個 製作的過程呢 其實就很簡單 可是我們 好像曾經有碰到過 就是說可能不同的口味 關於它的一個貼紙 或者是說在打的過程當中 它的龍解的速度變得比較快了 或者是說它的細胞很多 那這個是要特別提醒我們 客戶應該怎麼做 其實就是你打的過程 打的時間其實可以說 你其實只要均勻就好 重點是你的冰對你的水 就液態那邊要夠細 就是那個地方就是注重一點就好 你對本體的話 其實有確定你就可以了 那冰沙粉呢 其實它的整個一個系列的顏色呢 會有相當相當多元的一個變化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肌體 它的甜度 它的糖是用來做 就是我們沒有添加任何蛋糖 就是一般的砂糖 如果說你覺得酸度太高 你就自己再添加和它 那今天所示範的呢 剛剛黃老師有提到 我們是用沙桶的一個甜度來帶出來而已 當然這個當中 有些酸在裡面 細心疹它 水果自然風味的一個 最天然的一個糖酸的一個風味 可是我們下一個階段 會幫各位所設定的 可能還有 用黑糖去當細菱 它也可以去變化出各種不同的一個口味的冰沙 或者其他不同風味的一個主題 那這個我們留待下一次呢 再跟各位做一個吃飯 讓我們就把它開始在製作冰沙